国防部其实上礼拜有发布了一个影片 就是海空联合操演 其中有试射反舰飞弹等等 所以将军你觉得国防部这个时候 这样的演习 而且它主动发布影片 它是例行性的 还是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目的 因为这是例行性的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你不管是海空射击都要划定 海域跟空域 这个都禁航 你这海域你不能传进来 那个炸射飞弹过去 空域也通通禁航 它要提前公告 所以这几天它都要 还要掌握天气 你还要有预备日 如果这天天气不好 你预备日 预备日可能是三天或五天后 因为你明天还是会不好 你不能说隔天再做 不是 你可能要隔个三五天 那我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安平舰发射雄二 因为安平舰 我们知道它是海巡的 海巡可是编第二海军 你看安平舰很清楚 这个从那边发射雄二 你看它雄二出去了 这个安平舰不大 它只有600公顿 满载738公顿 我们可以讲的700公顿骑的 但它快速 因为一般的军舰 它的速度大概就是 四五十公里 它最快可以到达80公里 我觉得它好像可以 快到40节的样子 40节 45节 45节乘以2的话 乘以1.85的话 就是将近80公里 在海巡非常快速的 它的就是轻快 轻快它又可以装雄二 雄二也可以装雄三 看你要哪一型 它可以装二连装 抓四个 就是八 二四得八 八美嘛 你看它这个是 从出那个弹舱出来 离开 你看一直到 往目标飞去 那个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它做一个 平战结合 你平战的时候 你如果打上的时候 你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安平舰 就是驼江级的啦 总共做十二艘 现在这个已经有四艘 在服役了 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 做个实弹验证 那不是光指安平舰啊 那包括了海军的话 紫衣军舰 还有寄光 也有啊 他们打的是标准 标一 这是防空 这是防空飞弹 它是可以移动的 因为紫衣它的防空雷达非常好 寄光的防空雷达 它可以向前走 那因为标准它打得远 它可以打近的话 低空目标可以打到70多公里 高空目标可以打到100 大概将近170 168 170公里 高空 因为高空可以打得更远 它换句话说 你看这个 这个是紫衣军舰 那个海峰大队的话 它打的是雄山 这个应该是在暗制形 暗制形的熊山 暗制 因为暗制形的 这个熊山的飞弹 海峰大队 它有分两种 一个是固定阵地 另外一个是机动的 它不是光只是说 就在固定阵地打 也可以机动 它机动打那个熊山 把它的相关的目标的位置 方额坐标 纤维度给它 它就做目标去 我们知道我们前几年 有一个飞弹是物射 对 物射一样 对它从左翼海 基本上就打出去了 打出去打到 你看它就会找目标 它到目标去之后 因为军舰会跑 它到目标去之后 它主动 雷达主动搜索 蠕动搜索之后 找到目标就过去了 就撞到了 你看就打到那个渔船 很准的 那个渔船 渔船很小的 而且渔船的 金属的反射小 因为大部分是 渔船大部分是玻璃纤维 对 纤维 它只是机器 机器是金属 还有里面的一些 零件是基础 感应到了 你看那么微小的 雷达的减面机 跟反应 跟反射 它都找到目标 然后把渔船过去 做摧毁 那空军也做了一个 天宫一行 我们也知道 打天宫一跟天宫三 这是防空部队 在使用的 你看到它 这个出去的时候 天宫一 那个天宫二跟天宫三 可以打导弹 可以打导弹 那这个天宫一的话 是打飞机 那打飞机的话 它就出去 然后安平舰 这个刚才已经 有说过了 另外防空部队 天宫三 天宫三是打弹 所有打弹都可以打飞机 因为打弹 弹的速度快 弹的速度比飞机快 它最快的话 速度可以到4.5倍音速 所以去打那个弹 那打弹的话 那打飞机架心就熟 飞机的话 速度最快的话 两马赫而已 它4.5倍的音速 那对它来讲 那架心就熟了 可以充分的 很容易拦截 另外这个也讲到 这个是激光 刚才讲的子仪 这个是同级的 这个同级 它有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延伸我们的防空 防空范围 因为它是海上 你向前延伸的话 我们的防空的半径 是不是又向前 就变大了 你整个区域防空 整个是不是就涵盖了 你南北中 或东北再改一个 那这个是云母 你看它挂了云母飞弹 幻象挂了云母 它打的是云母 云母是属于中长城 可以打100多公斤 这空对空飞弹 空对空飞弹 云母跟魔法 魔法可能 魔法是进程的 可能它那个天气 人间都不是很好 所以打的是魔法 云母 魔法是进程 云母是中远程 是这样的 最重要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IDF 国产的 它挂了空洞炸弹 这个大概我一看 大概1000公斤 一公噸 2000磅 你看它这个隐性 在这个地方 这个机首在这个地方 进击道在这边 是进击道 它正在装挂 它的挂弹架在这个旁边 挂弹架 挂弹车 给它装上去 这个IDF能够挂 这个2000磅 1000公斤 一公噸的 这个威力很强的 这个炸弹很大 F16是挂2000磅 也是也来做 这个是传统的 它这个没有导引 因为后面没有喷射 它是后面有那个 稳定翼 这个纯粹就是自由落体下来 自由落体 大概一个大角度投弹 或者高空投弹 它现在可以雷达投弹 你把那个位置 它把偏流 风向 把这个大气的资料数据 电脑会换算 然后你在高空的时候 只要对待目标 一丢下去 它就有命中的目标 现在很准 不用大角度到低空 低空的话威胁大 很清楚 你看这个是 明天这六动摇 你看它第一艘 停在那个军港里面 你看这个 将军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黑黑的盒子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那个火箭弹吗 这个是类似 它有挂正海火箭弹 正海火箭弹 正海火箭弹 然后它到进站 火箭就出去了 它还有一个 这个成功级 它的最后面还有方正快炮 进破防御系统 那是自动接战 还有那个自动的 我们讲的那个机炮 所以它这个船 虽然是700多公吨 但是设备蛮齐全的 还有对空雷达 跟对海雷达 你看它小 它对空还对海雷达都有 换句话 它的这个装备 是非常齐备的 它的就是说 它的唯一的就是说 它的动位比较小 大概就最多700多 700多公吨 动位小 动位小的话 在就是说在浪涌 我们知道有时候 那个海巷不是很好 东北激风很强的时候 所以它会受影响 它唯一的就是这一个 东北激风我们知道 那有时候 那个蒙铜巨舰没问题 它可能是稍微颠簸一下 但这种小 它的浪对它来讲 影响力大 它对海巷的克服性比较差 但是它机动性非常强 可以自动进驻 你可以从东边到西边 从西边那个 可以我们给它战备输签 那我们打这些 所有的反舰飞弹 或防空飞弹 都是为了验证 你平常就做验证 然后五月份 就是最适合 因为五六月是最适合 气候比较好 气候好 七八月有时候台风 七八九月的时候 台风会过境 会造成这个 这个演习会受相对的影响